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如何瞬间把mkv转成mp4 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得到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你只需要双击运行这个脚本 它就立马把mkv转成mp4了 这个脚本是我自己写的 我到时候也会把这份代码放到视频下方的警戒里面 然后整个ffmpeg的文件我也会发到网盘共享出来 估计你也注意到了转换后的mp4 它的体积和mkv基本上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复制出来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在地质栏输入cmd 它就在目录底下打开了一个终端 然后输入以下的命令就可以把你想要的mkv转成mp4了 就是这么的快 当然你输入这段命令的时候 不要照炒op8这三个字 因为这是我自己改的文件名 你记得改为你自己想要的文件名就好了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因为将mkv转成mp4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将现有的视频和音频流按原样复制一份到新的容器中 这就避免了任何的编码任务 因此不会损失任何的质量 并且它只需要很少的cpu占用率 主要因素还是词盘的读取速度 也就是你需要一块很快的固态硬盘 特别是你想要转换的视频非常的大 然后你有固态硬盘的话就可以秒转换 如果你是机械硬盘的话 则会转很慢 关于ffmpeg的话 你可以到官网下载 或者说我网盘分享给你也是可以的 非常的简单 你下载下来之后 进入bing文件夹 然后把你想要的mkv的视频拷贝进来 然后运行脚本 它就立马把它转换成mp4了 你可以这样子在脚本后面来加入poss 然后保存 待会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运行状况了 这个脚本是可以批量转换的 它会把目录底下的所有mkv都转成mp4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 第二种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用obs自带的录像转封装 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有教过 我待会会把之前的视频放出来 mkv是个非常适合录制的格式 即便你意外的断电脑关机 它文件也不会损坏的 接下来讲一下录像 录像格式的话 推荐用mkv 这是最适合录制的格式了 mkv它可以记录多个音轨 而且即使你obs意外中断 或者说意外关机 那么录像的文件是不会损坏的 你也可以选择mp4 虽然mp4的兼容性很好 但是假如你电脑意外的死机或者停电 那么你辛辛苦苦录了一两个小时的素材 就毁掉了 文件损坏 而且obs也自带了mkv转mp4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简单 在文件这里录像转风霜 然后在这边你选择 这里有个egb的文件 你可以看一下 egb的mkv文件 打开转换 秒转换 看到没有 mkv就转成mp4了 非常的快 当然了 这要求你电脑是固态硬盘 所以说才会那么快 如果你是极限硬盘的话 要转很久 这是我的两块固态硬盘 左边的话是pm9A1 右边的话是pm981A 左边的话是pci4.0 右边是pci3.0 速度相差一倍 不得不说pci4.0是真的快 无论是视频录制剪辑还是其他用途都非常的快 就比如说我拷贝一个8.5gb的文件到c旁 1.9 哇 2gb没没有 是不是很快 那么mkv转mp4也是非常的快 我们选择刚刚拷贝的那一个 转换 好了 看 mkv转mp4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